今日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蔡玉辉 率领党团成员等议员召开反瘦肉筋美租进口记者会 质疑民进党政府在野时与执政后的立场反复 蔡玉辉等党团成员表示 民进党当时坚持反对瘦肉筋 而现在却对开放含有瘦肉筋的肉类持保留态度 除了希望能在食品契约中明确规范 猪肉瘦肉筋不得检出与违反赔偿责任 同时也呼吁要为台南市民的健康做把关 党部主委专赞魁指出 根据国人的饮食习惯 开放美租进口后必定影响重大 民进党时常说 含瘦肉筋的猪肉到底对人类身体是不是有害 还未有定论 不过我感觉说 其实你想现在连中国大陆 他们都限制瘦肉筋进口 所以我感觉说 执政党不能拿人民的健康作为赌注 其他党团成员也表示 坚持反对开放含有瘦肉筋猪肉的立场 你今天如果真的是爱台湾的话 你就不应该选前选后 是不同的标准 不同的联口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坚决 把所有民进党的重政人员 还是他现在的行政政政党 说台南市我们是旧传 有瘦肉筋的豬肉进入台南市 民进党必须你们现在完全的执政 地方到中央完全的执政 我相信你们更好做事情 那更好做事情的话 你一定要同样还是要站在 百姓的立场去想 太阳瓦冲撞立法院行政院 没有罪的话 我们为了老百姓 为了民众 我们更加要冲撞 行政院跟立法院 蔡玉慧议员在受访时强调 美猪对国人健康造成重大影响 不容忽视 且对于开放瘦肉筋猪肉一事 会反对到底 含瘦肉筋的猪肉进口 美猪进口会影响国人的健康 这是事实 第二世界差不多一百五十个国家 有这些联络国 有一百六的事 也是不能不允许含瘦肉筋的落泪 这次的议会成绩因为有提及案 就是要在市民资质条件 来增订含瘦肉筋的猪肉 记者林佳怡台南采访报导